本地去年有关美容行业的投诉年比减少了近两成 尽管数据滑落 但这类投诉向来占比比较高 为鼓励优良商家并提高消费者的信心 新加坡消费者协会同全国国际执照与技能协会合作 将给予多50家美容与美甲业者消协保证标志认证 消协发文告表示 本地去年与美容行业相关的投诉有1166起 和前年的1441起以及比去年的1434起相比有所下降 常见投诉涉及误导和虚假宣传 高压手段行销以及服务欠佳等 为提升行业的标准增强消费者信心 消协与全国国际执照与技能协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获得消协保证标志认证的美容与美甲业者 必须明确地列出收费和退款政策 制定透明的定价和市场营销 同时提供全额退款冷静期 并拥有训练有素的员工 消协也表示如果出现合约纠纷 消费者可以到消协进行调解 目前这个中心解决纠纷的比率高达75% 未经许可 click on的 织物 assume 使用那些营销